防化兵集训队里来了三个女防化兵 高强度的防化训练课目中 女防化兵如何克服自身短板迎难而上 两个月的紧张集训 在最后的竞赛中 防化女兵又将取得怎样的成绩 军事纪实本期播出 与独共舞的防化女兵下集 这几天防化兵集训队 已经进入到了残酷的竞赛阶级 眼看着防化男兵们 各个在防护射击训练 打出了九发九中的成绩 让接下来出场的女子防化组 突然感觉压力很大 作为集训队唯一一支防化女兵组 她们将共同完成十个科目的训练 并进行最终考核 虽然参训时间不长 但在近两个月的集训中 防化女兵却一直在用拼搏的精神 和男兵较劲 四发 三发 然后上来七发 七发打得好不好 作为组长的刘燕 只打出了七发的成绩 显然很不理想 游戏打得比较差的这几个 我看一下 游戏 你第一轮什么情况 第一轮紧张了 紧张了 防护射击考察的是 在呼吸道防护状态下 熟练使用步枪射击的能力 训练规则是 在三分钟内 必用九发子弹 对显引目标靶进行射击 若有一发没有上把 罚时一分钟 超过三发没上把 罚时一小时 以上把数量多 用时短折取胜 不管是咱们训练也好 跑合也好 还是到咱们去参加 比武的时候也好 要珍惜咱们的每一发子弹 你的每一发子弹 对于你们整个车组的成绩来讲 应该是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现在咱们大家跑一发弹 罚时一分钟 一分钟相当于一个什么概念 你跑一发子弹 就相当于你比别人多做一个科目 所以说咱们大家 千万不要小看这一发子弹的一个作用 对于你车组的整体成绩来讲 应该说是作用非常大的 组长刘燕因为有两发子弹没有上把 要被罚时两分钟 这也让女子方化兵组的整体射击成绩 受到了影响 第一轮是出现什么问题了 第一轮就是打得有点着急了 那两发是扣把了还是什么 今天是打在无效区了 说你之前打的不是还挺好的吗 对 今天可能有点紧张 为什么今天会紧张呢 因为面前有个摄像机 没打中是不是心里也挺失落的 对 因为没打中就会发疯 有没有怨恨我们身上机 没有没有 这也是锻炼心理素质的 其实除了心里紧张之外 防护射击的难度也确实不小 她要戴上防毒面具进行射击 平时射击习惯了正常瞄准射击的防化队员们 这一次要隔着冰冷厚实的眼窗镜片去瞄准 戴上防毒面具之后就没有办法贴塞 就必须使整个头靠在枪身上 然后用一只眼睛去瞄准 在这个射击的瞬间 激发的瞬间 要屏住呼吸 随着咱们的这个呼吸的节奏 来调整你射击的频率 另外打绑呢 还是以第五到第六秒钟子弹出去为宜 不要过快或者过慢的去打咱们这个子弹去 在打的时候啊 你用心体会一下 不要出现一些猛勾扳机 左手不要用那么大劲 组长刘燕的这次发挥失场 也给接下来出场的谭惠林带来了影响 和刘燕射击时的紧张心理不同的是 谭惠林出现的问题是卡弹 一旦技术层面出了问题 对射击影响就更大了 那时候我没有意识到它卡弹了 之后我激发的时候发不出去 推发子弹上膛的时候 然后卡弹了 一旦出现卡弹的情况 怎么处理 不要着急 首先把咱们弹夹卸了 卸弹夹来之后 耳后 拉咱们这个枪 拉咱们这个枪栓 拉枪栓把枪膛里边的子弹要退出来 你不要出现弹夹没戏 一直在这儿拉枪栓 这样只会导致在里边卡的子弹越卡越多 它的主要问题就是一个追枪动作 不正确 有变形 不舒服 就是人枪没有 咱们常说的没有 人枪没有结合在一起 没打一发 但以后它这个调整这个时间过长 相当于身体动作变形 所以导致这个 最后的这个瞄准情况不清晰 所以说拘枪也不稳 所以导致这个命中率不高 谭慧理智达出了六发的成绩 训练规定 三发不上把 扣时一小时 我感觉挺对不起他们两个 因为毕竟是考核 关系到成绩嘛 然后就是内心有点愧疚 每打一次 要一次的进步 你不要说我今天 一会儿我心里紧张了 一会儿我动作变形了 一会儿我忘了哪个小细节了 这些动作一定要刻苦了 现在不要再出现这种问题了 最后一个出场的陶家琪 顶着前两名队员没有打好的巨大压力 九发子弹全部命中 才保证了防化女兵组 在这次射击考核中顺利过关 虽然在每次的防护射击中 陶家琪都能够做到满分 然而由于两名队员的失误 防化女兵组的成绩 还是处于集训队的倒数 为了尽快弥补在防护射击 课目上的差距 防化女兵们开始了 一轮又一轮的强化训练 她们坚持练到一次打上 九发全中才能休息 对她们来讲 克服这个课目的难关 才能真正在未来战场上 发挥作用 不射击是这个 防化名是必须得练的 你执行专业人物 我有专业的装备器 我会操作使用 但是并不是说 你不去打击敌人了 你自身的防护作战 你不可能 你接受防护 你就手斩上了 基本的要求就是 你要在全身防护状态下 去训练 去射击 这是一个基础科目 实战训练 让三名防化女兵 逐渐找到了防护射击的 最佳状态 他们越打越好 没过多久 三个人已经全部能够达到 九发九中的好成绩 五发 一二三四发 九发全上 九发全上了 防护射击 这三名同志 到目前为止 已经很稳健 能够九发弹都全中 在核爆观测科目训练中 陶家琪为什么要选择 专业和体能要求较高的 观测员身份 面对让陶家琪 头疼的化学侦察科目 他掌握了怎样的技巧 在集训队最后的考核中 防化女兵组取得了怎样的成绩 军事技师正在播出 与独共舞的防化女兵下集 随着防化集训队的训练 接近尾声 竞赛的节奏也越来越快 这几天 防化女兵组正在集中展开 核爆观测科目训练 这个科目也是考验车组人员的 协同作业能力的综合科目 防化车组由驾驶员 组长观测员组成 相对来说 观测员在这个科目中 担负的任务最重 需要强大的体能作为支撑 而这项重任 主要落在了 有着体育功底的 陶家琪的身上 因为没发现 我们三个我比较壮 我是比较显得有力气 这些事情需要有力气的人来干 因为他们力量都比较弱 总不可能让他们去 大家都是一根身上的麻眨 他们进步不了 我还有啥用 然而 担任观测员不仅对体能 有着较高的要求 对专业技术要求也很高 但这一点 却是陶家琪的弱下 这次考核发挥出了 他们平时系列的 80%的水平 通过刚才检查 测量数据 有一处错误 在架设过程中 碰撞仪器一次 而够伐时 20秒 全程作业时间 一共是4分34秒 完毕 在这几天的训练中 陶家琪总是因为操作失误 遭到了乏食 你给我讲一下 你这次就是出现了什么情况 就是教练说的 然后碰到了架子 因为这个架子 是一下要拉平 然后水平要调在很平的那种 然后碰了一下 可能就歪了 然后上面的仪器 也就稍微可能会 多一点 现在自己心里 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 还好啊 就觉得 就觉得这成绩 该提升上去了 陶家琪出现的情绪低落 组长刘燕也看在眼里 她十分理解战友 对他们来讲 本身接触科目的时间 就比男兵晚 加上体能也不如他们 想在短时间内 和男兵看齐 每个人身上背负的压力 确实很大 每一次我们都 没有男兵组做得好 一个是动作不够娴熟 因为那些男兵 都是训练过好几年了 这样 然后我们就是 完全是零基础 从零开始 一到了关键时刻 那我就开始慌了 很多细节就开始跑了 就没有去注意 就出了很多差错 平时的那个生活中 是不是人 相对来说 不是一个很细心的人 肯定的 你在这儿锻炼你 你感觉自己 比之前细心了吗 细心 那倒是挺多的 陶家琪看上去 下了很大的决心 想去扭转 他在这个课目上的表现 对他来讲 必须要在细节上 多下功夫才行 而这没有别的捷径 只有一遍又一遍的 刻苦练习 我看你刚才动作特别利索 我会有那么个只意外 你现在操作的感觉怎么样 熟练程度比以前 是不是熟练了好多 之前五六分钟能加一次 现在三四分钟 那你提高得很快 没可不 不提升成绩上面有压力 这垫底也不好看 虽然在实际考核中 和男兵在这个课目上 依然存在着差距 但经过了大量的努力之后 他们已经进步了很多 他已经在时间上达到了要求 而且这个没有这个罚分 没有失误了 然而对女子防化兵小组来讲 还不能满足眼前的进步 他们还是要和男兵继续较劲 接下来的化学侦查课目 他们要好好地拼一拼 这个科目要求防化车组 要在全身防护状态下 在十二分钟内 对两百米距离的十个针检点 进行针检 到都区域去执行任务 必须是全身防护 必须防护仪防护免 防护免防护免防护免 防护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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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护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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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软租了 你在长台的服装区已经进不去了 只有方号名去深入都区 把一些硕区都记出来 然后再给照记要报告进行处置 初学真读 因为没有经验积累 女兵在速度上仍然不是男兵的对手 尤其对于陶家琪来说 她耗费的时间最长 像他们可能一出去一趟 可能就十分钟多一点点就回来了 我出去一趟四十分钟才回来 化学武器使用后 通常会在地面 植被 水 砖石等地 形成染毒症候 训练中防化队员们 也是模拟这几种情况进行争斗 而每种毒剂在不同的介质 呈现出来的状态也是不一样的 陶家琪没有理论基础 操作起来没有一点头绪 都是液体一样的东西 可能你看起来像什么都没有 可能它只是挥发了 但它还是存在了 然后就那样子 什么都看不懂 就每次都是三根管 基本上都用上去了一个点 你看这是什么 它是很均匀 很规则 中间还能看出一点 它越往边越浅了 是吧 这就像小巨尘一样嘛 是吧 防化兵一向被誉为降魔神兵 真毒是防化兵必备的作战技能 在训练时对他们的专业素质 要求会更高 如果这项科目过不了关 就不可能成为一名真正的防化兵 在集训队 陶家琪的其他科目都已经顺利过关 为了小组荣誉 为了成为一名合格的防化战士 陶家琪每天来到训练场后 投入时间最多的就是真毒 慢慢地 陶家琪也能针出毒剂的种类了 但是因为经验缺乏 操作起来速度还是提不上去 他们看毒就是果断了 然后一看就知道大概是什么毒 假如不是的话就是空白点 我就觉得它这样 就是这两个毒都不是的话 它会不会可能是第三种毒 我就会开始这样的想法 就是不确定自己的想法 我就会再用第三根管去试 然后直到它不反应 我才能确定它是空白点 训练的时候 用管没有过多限制 但是在考核的时候 平均一个点位只有三根管 一旦出现差错 就会对考核结果造成直接影响 陶家琪还需要细细观察 找技巧 克服自己的短板 他们的鞋比较相比 蓝鞋来说都比较刻鞋 因为女兵 她们身体都比较弱 这些高温挑战下 又穿戴防护器来 都是比较刻苦的训练 训练的用心 用程度都比难兵都要强 勤能捕捉 熟能生巧 在训练场上 经常能够看到 陶家琪争毒的身影 身穿密不透风的防护服 陶家琪和战友们 每次操作下来 都是大汗淋漓 感觉里面的秋裤都湿掉了 秋裔采用了 试快 一粹就干了 我一粹就干了 请不吝点 我们家就有吃 每次上来 都不潮 每次全都要剁 习惯了 啊 习惯了 每次都是洗到的 然后就据把它捂干 你们每次都要晾一下吗 不晾 也不晾 时间就晾 有时间就晾 在这天的阶段考核中 防华女兵组首次做到了正确率百分之百 今天对你们进行道路 换一侦查再进行考核 此考核为十个点 均达到百分之百正确率 用时为六分三十秒 完毕 这个成绩还是比较满意的 比较出乎意料的 因为平常练的时候也没有这么快时间 都达到九分以外 今天达到六分半 也比较满意 功夫不负有心人 防华女兵组的每个人心中都放松了不少 然而教练却对一项侦读速度和时间都很高的组长刘燕 在这次考核中的表现很不满意 原来刘燕在侦读时因为精神高度紧张 操作时总想着速度要快 为陶佳琪争取出时间 一着急就掰断了好几根管 因为考核嘛就想追求速度快 然后一用力那个管就很容易掰断了 考核成绩这一次怎么样了 一般把这次是稳定有平时训练的时候 对 没有 只要还是自己的基本功不够扎实 一个点给三根的一共就三十分管 如果管断了的话 这可能帮不上任何 你这样掰管支点在这儿 你掰它肯定容易断 从这里边拿出来之后 你手就正常捏得拐 这手就正常捏得拐 这样它一下子就断了 肯定它不会从中间断 在教练的提示下 刘燕意识到了自己出现问题的原因 又开始了掰管的训练 这也是集训队一向的训练方法 一旦发现问题 就会在当天查找出现问题的原因 为的就是在下一次的训练中 不再出现类似的错误 也正是这样 防化女兵组组的成绩 才会提高得这么快 防化兵集训队的训练 已经进行了一个多月 每天风吹日晒进行训练 防化女兵的皮肤 已经不像刚入伍时那样白皙 太黑了 天呐你在哪呢 什么事 好黑啊不行啊 没事牙很白 来给你俩拍个合照 我现在好像是录像 你们俩同框显得台湾里好黑啊 我刚才不跟你们同框显得台湾 我刚才看到你们吧 我刚才找你的时候确实就看到你的牙 你自己试一下 你看这是牌照啊 穿上军装 剪掉长发 舍弃了喜欢的时装 进行高强度的体能训练 变身为新时代的防化女兵 刘燕和她的战斗小组成员 历经魔力 成了防化训练场上的家小子 在集训队最后的考核中 防化女兵组表现突出 尤其是在防护射击和化学侦查科目中 他们取得了全集训队单向第一的成绩 整体来说整体表现是不错的 现在已经达到预期的效果 甚至要高于预期的效果 考核在共同科目排名中已经到达第三名了 当然这次确实提升 就上次好和这个名字提升了四到五名 虽然很累很苦 但防化女兵们却锻炼了心智 让他们拥有了战胜一切困难的勇气和信心 在这个美好的年纪 他们用拼搏和奋斗 给自己的人生抹上了一道亮丽的色彩 我们也有理由相信 已经锤炼的防化女兵 已经做好了时刻听从国家召唤 直面各种危险的准备 比武在即 作为训练黑马的他 为何训练状态急转之下 高压之下 他如何调整自我 找回自信 在比武场上绽放自己的精彩 军事技时下期播出 陆军特战骑兵2019考核比武技时 不训练